那只要很簡單把這個拿出來 把這個是最容易解決好 同樣一個問題 我剛剛就講 姚明 是 我剛剛為什麼跟 跟韋航老師會講說 你從最近 陳佩奇醫師所發言 講的那些東西 你覺得他會搞這麼複雜一些 我不是瞧不起他 而是第一個那個真的太複雜 第二個他是醫學高手 但是這些東西顯然不是嘛 就像你問我 法律我專門 這些我還要跟他們學 他就是這樣 尤其是你最近出現 好第一個有人在講說 檢方一直不斷的 是檢方放話嗎 因為民眾黨一直說 檢變 檢連 然後我檢掉 你們一直都不斷放話 但是當你說這個放話的時候 可是只有當陳佩奇出來講話 他就幫你證實一些事 就像我剛剛前面還要跟你講說 有沒有真的到銀行去 開了保險箱或什麼 我們還要用比較保留的態度 因為是媒體報導 當陳佩奇今天出來講話 就告訴你 有 他每次只要出來講一次話 就幫你證實一些事情 有 只是那裡頭是什麼 就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子 可是他就是證明 對 檢連確實有去開過保險箱 對 既然陳佩奇 他今天其實是大動作出來 他不是接受一家媒體 他是有三家 他是有挑選的 但是呢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這表示什麼 民眾黨或說 陳佩奇他們希望的是 你檢調會放話 檢連會放話 我也放話 你們講不對的我來指證 所以保險箱的部分 他承認嘛 兩個 而且他還特別強調一句喔 他說 檢連把我帶去 是他們帶我去開的 不是如他們所說 什麼拿搜索票 什麼拿備用鑰匙去開 不是 那表示媒體報導有問題 是陳佩奇親自去開 把這個開箱之後給檢連查扣 然後告訴你 裡面兩個 還兩個 不是一個 兩個各有五十萬元的現金 以及預器啊 金氏等等 好這是陳佩奇講的第一部分 第二個部分 他講說那個ATM存款 他說純純提提 他陳佩奇自己暴露 他純純提提 總共超過一千六百多萬 這幾年 從他的父親過世之後 總共存提的這個紀錄 超過一千六百多萬 他說分成五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他母親的銀行 帳戶也由他管 因為他說他的爸爸過世之後 他們家人同意母親的錢由他來管 因為母親由他照顧 這是第一個部分 所以他說光是這個部分 大概就五百多萬 然後再來第二個 他自己的薪資跟存款 有五百多萬 再來是二零一八年 柯文哲選舉補助款 還完了那個房貸之後 然後還有兩百多萬 他說這個也在裡面 然後再來還有柯文哲的薪資存款 大概有一百多萬 他說講到是台大醫院的那個部分 然後再來他說柯文哲 二零二三年就沒有當市長 以後的演講費車馬費通告費 怎麼加上一些什麼清油紅包 就砸七砸八大概一百萬左右 所以他說大概總共的金流 大概一千六百多萬 他接受三家媒體訪問 把這些東西講出來 那當然他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不 但是他是有秀出一個 類似像銀行存折紀錄那樣的東西 其實這幾天包括前兩天 他在媒體 媒體披露出來說他不是四度翻購 其中有一段一定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說那個錢有選舉 有選舉款在裡頭 人家民眾捐的那是媒體報導說 所以我說這一段他有沒有 那陳佩吉特別強調 他從來沒有這樣講 他也沒有四度翻購 那這個跟檢方的這個 這個也不要講檢方 跟媒體的報導 當然因為到底媒體 沒事 媒體報導的時候 檢方都只有八個字 不予置評無法證實 不是啦 如果是錯誤的 你就說測試錯誤報導就好了嘛 不需要無法證實嘛 所以那個叫做 在我們媒體資深的看來 我們叫做這個叫媒體跟檢方的默契 我也不否認你的報導 但是呢 你盡量變成我的工具 這個是一種 這是一種 這個連監委高永成都說嘛 檢調跟媒體是一種共生的關係 可是現在比如說 包括保險箱裡面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那個所謂虛擬貨幣 現在陳佩琦說沒有 很簡單 很快就會開獎了 起訴書 不管是起訴不起訴 到時候你檢聯到底查到什麼 市政就是要攤開來的 現在偵查不公開 但是偵查完畢 你就是要公開 所以到時候如果沒有 那 不好意思 我們最近這一些討論 就等於是作廢 沒有沒有 對 我們增進大家的科普 科普大家的那個 綫綫基本小知識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當然這一塊不會有人證實 到底有或沒有 因為偵查不公開原則嘛 那我只能說 現在媒體報導 有些是有點天馬行空 但是有一些確實是有所本 是 比如說 比如說像那個1500審慶金那一塊 報導的媒體 像周刊 他們是用高院裁定書 他們的來源是高院裁定書 雖然高院裁定書是不公開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高院的新聞稿裡面 有一個叫扣案被告的隨身物品記載 對 內容 他是有那只有兩個嘛 一般來講 一個叫手機 對 另外一個大家在講 是不是就是那個隨身碟 所以一般會認為說 這個的可信度比較高 所以我說有一些 我們可以從裡面去看出一些端倪 當然陳沛今天那麼高調的出來 他的用意是什麼 當然就是要跟這個所謂的辦案的人對抗 因為他還特別強調 他說你們帶我去開保險箱 你還特別交代 我不能說出去 結果我今天所有媒體都在報導 而且大家都在討論冷錢包 所以他 我覺得他今天也是應該就是特別高調的 要把這個事情拿出來 當然關鍵就在於 他已經被點名說他涉嫌洗錢 他會不會變成後面會再傳 所以沒有可能變共犯 是已經有人報到這個樣子 沒錯 但我們還是要強調一下 洗錢的定義 洗錢如果今天是有一個關鍵 我們的法律定義 就第一個你的所得是不法所得 所以如果你是合法賺錢賺來的 然後你去ATM存一百多次都不會洗錢 那關鍵一個叫做 還有你要特別去引力 所以常見的洗錢手法通常是什麼 比如說你把錢帶到海外去 然後購買海外的資產啊股票啊 不然就是買一些古董珍寶珠寶賺戒什麼的 然後去做常常把錢變成其他的形式 那當然虛擬貨幣是其中一種 那還有其實還有很多人是用那種賭錢啦 我說我從那邊賭贏了多少錢 那其實有沒有這樣賭局不知道 這個也可以變成一種洗錢的概念 你只能譴責我為什麼要去賭我 你只能譴責我 但是為什麼賭數這麼高 但是目前陳佩琪沒有講這一段嘛 那當然這個都是要檢調去查 可是我還是要強調 如果沒有洗錢 那陳佩琪即便說不清楚 那個叫財產來源不明罪 就是說如果今天他所有的這些金流 可是這樣也麻煩啊對他 當然也麻煩 因為公務員這個也是五年以下 而且呢所設的這些金錢 到時候法院都可以把你沒收 所以這個 而且楊美應該這樣講 最重要一點是如果假設到最後 會有所謂的財產來源不明 你不管怎麼講 對於柯文哲未來的政治啦 或各方面來講 一定都會有很大一些影響 你如果突然蹦出一筆錢 你沒有辦法去交代對不對 連我去賭場賭贏的都不能說 那如果是這個樣的話 對柯文哲 我跟你說如果有那麼一大筆 涉及到財產來源不明 對他來說 在政壇制度上 還要帶著民眾黨一路打江山 不要說二零八啦 二零二零二八這些 對他來講就一定也是個傷啊 當然那個叫做只是比較急 什麼叫比較急 違背職務收賄十年以上 是圖利五年以上 如果今天只有一個財產來源不明 對五年以下 那相對來講是比較輕微的 不只是說這個 如果最多最多你講不清楚 那個叫財產來源不明 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真的有收賄 或什麼 哇那不得了 那就是中罪了 所以今天我認為 陳佩琦現在跳出來 那很抱歉 檢調其實是希望你們都不要講話 由檢調來主導 檢聯 抱歉 檢聯來主導整個辦案的節奏 但現在看起來 他們碰到一個不太聽話的證人 OK OK 對 對